刘莉莉同學先提到了 oppress, suppress跟 repress 這三個字,看看能不能講解一下 後來Albert同學也重複提了一下下 說還沒看到哦 那我們就來做吧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英文一起讀 這三個字還真的蠻難講的 因為我自己 雖然說我對他有點感覺 畢竟接觸英文這麼久了 但我的感覺歸感覺 不是一個很好拿來講解 拿來支持論點的一個 Anecdotal 我們不能說Anecdotal的東西是規則 所以我也做一點功課 做完之後 自己覺得自己也蠻糊塗的 可是我還是得硬著何必講講看 或者說說出他們的分別來 我們第一個就來看 上面寫的是suppression 我們就來看suppress suppress是把東西給用 用力壓下來 用力壓下來 什麼叫用力壓下來 what the hell 這邊有寫來給你看 而且suppression的它的範圍比較廣 所以他說這是一個brother more common than the other two 比另外那兩個再廣一點點 它的意思是第一個 to put an end to something 也就是把什麼東西給停住 所以如果今天你講repress 或是oppress的話 它有沒有讓人家停住的感覺 沒有 OK 它就是把人家壓抑 壓下來 沒有停 那suppress是要把什麼東西給end的下來 那等一下都有例子 那第二個意思inhibit inhibit其實跟repress就蠻像的了 所以我才說這真的很難講 因為他們重疊性蠻高的 inhibit我們拿來 我們說過 就拿來講一個人的個性 或什麼之類的 這個人比較雀懦膽小 比較不敢試東西 比較inhibited 跟內向事實上有點重疊性 所以壓抑inhibit這樣 那第三個是to keep from being revealed 所以讓一個東西不會被揭露出來 那很遺憾的是 這個跟repress又有一點像 所以二跟三根 所以這個二跟三的definition 跟repress是蠻像的 但這個把東西結束 是它suppress裡面最獨特的一個用法 或者說跟另外兩個做區別的意思 那我們就來看兩個常看到的 suppression出現的collocation collocation很重要 因為不講這個沒有意義 講collocation才是去解釋這三個字 不同點的最大的 最有效的一個方式 就講拿出它的一些實際的使用 像我們就沒有repressionfire 我們也沒有oppressionfire 但是我們有suppressionfire 所以你看這裡區別就出現了 所以介紹單字的時候 一定要講collocation collocation的中文意思就是搭配詞 然後固定用法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什麼是suppressionfire 而且很有趣的是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fire suppression 所以把這個字顛倒過來也是一個獨特的collocation 什麼是suppressionfire呢 這裡的fire是名詞 下一個的話fire suppression fire便形容 只修飾suppression這個名詞 那suppressionfire fire是名詞 那不是火是火力 所以就是警方跟那個歹徒在博火有沒有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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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那他們用絕對性的這個比較強的武器 打到他們覺得不行了打不下去了 或者我跟你說 你現在要從A跑到B去找掩護 然後我就說來我先把他們壓住 讓他們頭都不敢看起來 我就把槍拿起來 亂掃 那你是歹徒聽到警察開始亂掃 你就躲在那邊不要動 那你躲著不要動的時候 警方這個夥伴就可以從A點跑到B點去 站更有力的位置 戰略位置 所以這樣叫做suppression fire 就是用一個優勢活力把人家壓住的概念 suppression fire 沒有repression fire 沒有oppression fire 只有suppression fire 那什麼是fire suppression 我們剛剛說的 suppress有把東西給停掉的感覺 to put an end to something 所以fire suppression 就是滅火簡單的說 把火勢控制住 那把火勢控制住 你終究是要把火滅掉 所以 so that's it ok you are attempting to stop the fire ok to extinguish the fire 所以滅火 fire suppression 有 沒有fire repression 沒有fire oppression 都沒有 這樣子 好 講到這邊 我們說collocation很重要對不對 但是七八的就來了 什麼意思呢 我們你要往下看就知道 就有一些 像政治好了 政治上的壓迫人家 不知不覺就講了 不用等一下了 政治上把人家壓抑壓破住 有沒有Political repression 有沒有Political repression 有沒有Political oppression 有 分別是什麼 很難講得出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另外兩個字的definition好了 所以Opressed Opressed是把人家壓住 所以to keep someone down by unjust force or authority 所以或許 Opressed比較有明確的 用權力去壓人家的感覺 用一種 我權力 用力量 而且這邊強調是unjust 所以他是並不太公義的 那Repressed有沒有不公義的部分 相對來說比較沒有 OK 比較沒有相對來說 好所以 again Opressed它裡面有unjust的部分 Authority這個字 公權力 這樣子 所以警察在鎮壓人的時候 一般講Opression 可能比較好一點點 OK 特別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像北韓 或者是 I don't know 中東的一些regime regime就是那種政權 政權在打壓異己的時候 Political dissent 它想要把你壓住的時候 用Opressed這個字比較好 那還有一個字叫Perssecute 也是政治上的壓迫之類的 那用在這裡也很OK 那Repressed呢 來先看definition to hold back or to prevent from showing feeling 所以hold back把東西給壓抑住 所以壓抑這個字 在這三個裡面 Repressed是最好的翻譯 中文講的壓抑 我強壓住我的情緒 強壓 情緒的部分就是用Repressed 不會用Suppress 不能說不會 Suppress我覺得也可以 但是不會用Opressed 因為Opressed 剛剛講的是用權力 用力量把人家壓住對不對 那跟感覺是 跟感情感覺是比較沒關係的 所以hold back You're trying to hold back your tears prevent from showing feeling 讓感覺不透露出感覺來 或者最後還是有一個to put down by force 可是這裡的put down by force 沒有前面的那個unjust的意思 比較沒有OK 好 所以這是兩個definition上的不同 那again collocation呢 我們往下看 所以有一個詞 叫做oppressive regime 很OK political oppression OK 可是political repression也是有 again我必須還是要再強調 所以這邊有看到 這是講到一個像什麼authoritarian single party tribal or monarchic government 所以這種一個就獨裁政權 然後之類的 或一個單政黨的一個政府 之類的 或者就部落裡面的 的一個authoritarian 或者甚至totalitarian totalitarian是獨裁主義 military or civilian dictatorship dictator就是獨裁者這樣子 totalitarian regime 所以你在描述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就叫做oppressive regime OK oppressive regime 所以並沒有這個法律的存在 法治的存在 so absence of the rule of law 這也是算是很常見的一個collocation the rule of law 就是法治 用法律來統治 the rule of law 那arbitrary detention arbitrary就是照你自己意思來 隨性的 所以隨性就可以給你detention 關在你 把你關家裡不能出來 像張學良被軟禁之類的 that's arbitrary 沒有經過法庭的這樣子 OK 把人家弄不見掉 disappearances OK extra judicial executions 所以這個就是 反正藐視法律 簡單的說 所以用法令上的一些 執行上的東西 管你的我就照我的來 好 所以有這個oppressive regime 這個詞 political repression again也有 right 我就不念 因為事實上意思就差不多 說實在的 那再多講下去 就是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以前 李安導演拍過一個片 叫做喜宴 ok喜宴就是 那個結婚吃的那個喜宴 那我看過他在被訪談的時候 他用英文講 那時候我英文不好 因為那時候還很小 那我看到是中文的報道 所以他是把他的英文的那句 翻成了中文 然後出現在華文的報紙上 那這內容是什麼東西呢 因為喜宴這個片 就是在講說我們這個華人 在吃喜宴的時候的一些 習俗鬧洞房什麼幹嘛的 就是讓那個新郎在新娘身上 用他的鼻子去蹭 用嘴巴去找食物來吃 放一個什麼東西 在新娘的胸口裡之類的 ok 所以這樣子的玩弄 那李安在訪談中 那就說了 這部片就是把我們華人 2000年來的性壓抑 拍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那個性方面的壓抑 就用的是sexual repression這個詞 ok sexual repression 所以會不會是sexual oppression 不是 除非啊 你講的像中東那些國家 啊 女生戴那個紗布 紗布聽起來乖乖的是嗎 戴紗 頭紗 只能露出眼睛有沒有 甚至連眼睛都不准露出來 有沒有這回事啊 好anyway 所以如果是用政治能力 來去把你的這個性方面的東西 給壓抑住 那我覺得sexual oppression也還是對的 可是我們華人的這一種 自己的性方面的 自己的壓抑 那sexual repression是很ok 所以你看這個sexual repression is a state in which a person is prevented from expressing their own sexuality yeah there we go ok 好 所以通常呢就linked to guilt or shame being associated with sexual impulses 然後一些性方面的一些衝動 我們讓你覺得這是有罪的 這是丟臉的 所以我們華人的傳統來說 好像的確是這樣 我們沒有用律法來跟你說 不准怎樣不准怎樣 我們就是社會規範的感覺 所以這個叫做sexual repression 就不會是suppression 也不會是oppression這樣子 好 那我這邊找幾個網頁 就是看到collocation 這是cambridge dictionary 所以可信度我覺得是ok的 那這邊有一些suppression會用到的字 比較熟悉的 因為並不是每一個都很容易看得懂 或者是生活中很常見 像例如說這邊的articulatory suppression 我就覺得算了不看了 那fire suppression剛才看過 有沒有ok 所以去這個打火兄弟fire suppression 可以 還有一個在今日今日的生活中也常看到 叫做voter suppression voter suppression 在幹嘛的呢 就美國在講的 ok 美國常出現這個詞 簡單就是讓人家不要出來投票 ok 所以有很多的 有很substantial的voter suppression ok 所以讓人家不出來投票這樣子 好然後repression 有沒有一些什麼collocation 也馬上看一下下 這邊有很brutal的repression 或者是police repression 你看警察方面的警察去打壓人家 那你有沒有police oppression呢 我覺得也有像這裡也有political repression 對不對 很討厭的是來oppression一看 political oppression也是有 所以你看這到底要怎麼解釋 真的很難解釋 因為它重疊性是真的是有的 可是我也必須說 像我們講說 這個種族方面 美國人的黑人常認為他們被打壓對不對 那黑人被打壓用的是suppression repression還是oppression呢 多半用的是oppression oppression ok 所以黑人受社會上的白人的欺壓 主流社會的欺壓 that's racial oppression ok racial oppression 好啦 講到這裡大概差不多了 今天就講這三個字 沒有什麼文章可以看 因為我覺得 感覺好像沒有把這個獨立出來做一下下 蠻虧欠大家的 希望你喜歡這個內容 那again如果有什麼另外想看的 你覺得什麼什麼字很容易搞混的 我可以很努力的嘗試來解釋看看 如果有同學有覺得我今天這篇解釋沒有很到位的話 那先跟你說真的對不起 我還是會繼續努力的 我還是the best name english lesson channel whatever it is on the internet on youtube 為什麼 因為我每天都有內容 我不敢說我的內容在品質上是最棒的 我不敢說我的講解是最棒的 我還有非常大的room for improvement I know that 但是我每天給你內容 我覺得這不是每個人做得到的 ok 我不是那種一個禮拜才生一片 然後講一些華中其中的東西給你看的youtuber 我這一棒打到好多人 但是我希望每天給你點什麼東西 ok that's my goal 而我只要你做得到 我就覺得我是youtube上最棒的英文頻道 這一點是我很自豪的 好ok到這裡ok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